Hello, Ladies and Gentlemen,又是熟悉的声音来自你的好朋友东北先生,这里是VR Come To午夜录像厅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6年出品,讽刺动画《超级肥皂》,小时候仅仅是当作一部小动画来看,昨天回头又细细品味一遍,发现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,故事说的是有一天,一个商人带着他的最新产品《超级肥皂》来到了小镇,这个《超级肥皂》只要轻轻一抹,就能把衣服变得超级白, 这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用的时尚肥皂,用过的人都说好,一穿十,十穿百,大家纷纷抢个我,肥皂卖的是越来越多,商人的钱也赚得越来越多,商人还成功打造了一家超级肥皂公司,生意火爆的不得了,就这样,人们沉浸在白色的世界里无法自拔,并且还以自己的衣服是白色为荣,正在这个时候,人们看见一个迎亲的队伍跟丧葬的队伍面对面走来,令人大跌眼镜的是,两只队伍的颜色出奇的一致都是白色, 这个时候,一个衣着鲜艳又粉硬黄的小女孩出现了,人们为之惊艳,这个女孩简直是太美了,她怎么可以这么时尚,于是一群人开始跟踪小女孩,最后发现小女孩是商人的女儿,商人也穿着彩色的衣服,并且还把自己的公司名字改成了超级颜料公司,她还把一块块白色的布涂抹上了不同的颜色,卖给那些穿着白色衣服的人们, 人们也非常怀念彩色世界,不出所料,人们再次动心了,而且不约而同的开始排挤队伍,购买起了各种各样的染料,而商人这次又狠狠的赚了一笔,这个动画告诉我们,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有清晰的判断,不能人云亦云,盲目的跟风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,电影到这里已经结束了,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我哦,拜拜。